此前我们在介绍刘建超部长访美的时候呢 特别讲到了他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次演讲 那么当时主持人就问他说有一个问题啊 你们这个熊猫什么时候能够回到我们美国呀 当时刘建超部长是哈哈大笑说很快就可以回来 还特别问你是要哪种熊猫啊 是黑白的还是红色的这一种小熊猫啊 当时主持人也很幽默的说我们还是想要黑白的这一种熊猫 结果今天发现刘建超当年的承诺啊果真是有兑现的迹象了 中国方面又宣布了将熊猫重新请回圣地雅各动物园的这样的计划 不仅仅是美国熊猫可能也要很快回到欧洲了 当然我们说呀熊猫作为两国之间外交的某一种友谊象征 似乎还只是一小步王 也有网友提出哎中国和美国在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 有互关领事馆这样的一个动作 在休斯顿的领事馆以及在成都的领事馆 是不是可能会重新开放 何必先生怎么看熊猫外交重回 怎么看领事馆何时开放这样的问题啊 很抱歉啊其实我对这个熊猫开不开放啊 兴趣的不大啊但是呢它确实有某一种啊 相争意义相争价值但是如果是相争意义和相争价值的话呢 那就是要更加开阔啊更加开阔 中国首要的问题啊已经不再要停留在70年的老 找一个熊猫啊来讨好西方人来迎合西方人 中国真正需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更开放的 向西方展示中国真实的中国 让西方的记者能够在中国进行更自由的 更专业的这个访问 因为现在西方之所以对中国有很多负面的看法 一方面啊中国确确实实 存在着非常多的这个问题 而一个方面就是西方对中国的了解 不够正确 其中主要就是记者受到这个建制 我认为开放西方记者和让西方记者在中国自由采访 比行猫比开一个休斯顿总领事馆要好的很多 不过关于休斯顿总领事馆的这种重新开放啊 我是比较吃惊的 为什么呢 因为做的太晚了 按照我之前看到卡麦先生的 他在担任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的亚洲沙方之前 他就曾经在一个学士会上 知库会上就讲过 中美关系有时候就是要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 从具体问题遇守来建立中美之间的更稳定的 有利于美国的这种关系 但是这个领事馆当时候的这个行为存在是个政治的行为 这种政治的行为实际上在中美之间造成了很大的这个伤害 美国人在成都设立这个领事馆 尤其是方便了西南的这样一个民众 同样也使了美国近距离的观察 这个西藏大西方非常关心的西藏问题 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实际上外交关系有时候你伤害了我一下 我也会伤害你一下 实际上这种伤害是互相的 对中国来讲相对来讲伤害比较少一点 无故是对中的民众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办签证 对吧 它也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小的领事馆 相对来讲美国比较重要 美国因为非常关心西藏问题 关心西南的问题 如果在成都有这么一个领事馆 比较近距离的观察中国西南的问题 其实是对于美国来讲是比较重要的一战略资源 好谢谢这个和平先生的点评 六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质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一千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 海滩 你可以选择去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 Elofone Sea海滩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 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 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 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魏城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 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泼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 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